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通过这些古兰经和圣宣当中提到的一些奇迹来更加深刻的了解和认识我们的宗教伊斯兰教 而且同时也加深我们的信仰 这节课我们第一课也学习一下古兰经当中对人类胚胎发育和煽卵的论述 这是两个内容 第一个就是人类的胚胎的发育的这个阶段 古兰经是怎样描述的 而我们的现今的科学家是怎样发现的 和古兰经中提到的和现今科学结果之间相吻合的一些道理 第二个我们将会讲到这个山卵 就是我们看到的山卵 彼此起伏在这山卵 看着普通 但是它当中有一些科学道理 我们古兰经当中也提到 我们结合现今科学家发现的一些事实进行论述 好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人类的胚胎发育 首先一听到古兰经 好多人以为它尽限于一些祈祷词或者是一些信仰方面的一些问题 其实不然 我们伟大的古兰经是一部包罗万象的尊教典籍 也是我们尊教伊斯兰教至高无少的法律原权 它不单包括了一些穆斯林大陆的行为准则 而且它还包括了一些前人的一些历史和一些哲理故事 哲学理论 还有历史事件等等 这各方面的知识 今天我们给大家讲的就是这个胚胎学的发育 而古兰经我们知道古兰经在14世纪以前降世的 那么他所提及的真理呢 直到今天才被一些科学家慢慢的发现或者证实 这更加证明了古兰经是真主 无上的语言 是真言 他是对先知穆罕默德讲世 而绝非是穆罕默德先知自己的著作或者是杜传 这也更加证明穆罕默德先知是真主派遣到人类当中的使者 他对于14世纪以前的任何人而言呢 好多无法了解的知识 但是先知通过真主的启示告示于人间 那么这些启示呢 直到今天才被证实或者发现 古兰经当中呢 提到了许多自然科学相关的一些知识 一位科学家呢 一位这个Yusuf Ower教授 曾在他的著作当中 《古兰经》的自然科学这本书当中呢 做了统计呢 共有很多很多的经文 提到了这方面的 总共有774节经文 其中呢61节谈到了数学方面 264节谈到了物理学方面 5节谈到了原子 29节谈到了化学方面 等等等等啊 一共有774节谈到了不同方面的这个知识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前面所说的这两个例子 第一个就是这个《古兰经》当中呢 提到人类的胚胎发育的几个这个阶段 《古兰经》当中说 我却以用泥土的精华创造人类 然后我又使它变成金叶 在坚固的人气中的金叶 然后我把金叶造成血块 然后我把血块造成肉团 那么这是我们的汉语翻译 但是在阿拉伯语当中呢 也不是这个 这个血块或者肉团之说 它叫阿拉伯 血块叫做阿拉伯 那从字面上看这个阿拉伯 我们的阿拉伯分为三种意思 第一个是水质 就是水生动物 就是我们看的水质 吸血那个水质 那我们都看一下这个阿拉伯 有三个层面 我们都分析一下 人的创造 真主为什么说是创造成这个阿拉 那么我们看一下水质 我们知道水质呢 它是吸去别人的这个野药物质 吸血嘛 吸去别人的野药物质 来维持自己的生命 那么实际上这是我们看到的 就是非常相似 人类呢 就是从这个母亲的肚腐当中呢 从这个受激卵开始 受激卵开始 它是吸取 吸取这个母体当中的一些营养 而且呢 这个人类受激卵开始发育的时候 它的这个形状 跟这个水质的形状一模一样 就如同爬行 爬行的这样一个弯曲的这样一个 跟水质的也一样 人类这个胚胎呢 它这个前脑稍微大一些 然后呢 它这个心脏在下面凹进去一部分 那水质的形状也刚好 跟这个有点像 那么这是第一个 它这个阿拉克 它这个用相似的形状 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悬浮物 正主说我从 我把戒业造成个阿拉克 阿拉克还有一个悬浮物 也这个也非常吻合 我们的这个受激卵 包括这个胚胎呢 都是悬浮在我们知道这个母亲的子宫当中 第三个意思就是血块 它这个阿拉克还有一个 你血块这样凝血 那么实际上我们发现这个胚胎在血块阶段的外观 和囊带 它这个胚胎外面还有一层囊带 那它很像一块 凝结的血块 此阶段当中呢 有相对大量的血 出现在胚胎中 同时此阶段胚胎中的血 直到第三周末期才会流动 就是初期的这个血是不流动的 到了第三周末期 也就是二十多天 之后呢 才会循环流动 那么因此 这个阶段的胚胎很像一块腻血 所以说正主在说 我从这个阿拉克 创造人类 非常吻合 不管是从它的三种层面意思来说 水质 悬浮物 还是宁穴 都是非常相似的 古兰坚中简介的说 然后我把他 我把这个阿拉克血块呢 造成肉团 那么这个肉团的阶段呢 是什么意思呢 在阿拉伯一当中 这个肉团呢 就还有一个被这个咀嚼过的物质 咀嚼过的物质 就是说我们就像嚼这个泡泡桃一样 你嚼一下 你拿出那个牙印在上面 刚好如果我们拿着这个形状 跟我们这个胚胎 相比较的话 一模一样 我们的这个胚胎呢 它的背部通过第一个阶段 这个血块阶段之后呢 然后到了这个肉团 这个阶段的时候 它刚好已经发育成 就像我们把口香糖 嚼了一下啊 这样一个形状 那么它上面呢 就是这个胚胎的背部啊 我们知道背部有这个啊 呃 脊背部分呢 它这个体节有点像啊 啊 咀嚼过的一些物质上的 这个牙齿的痕迹啊 齿痕 而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 在1400年前啊 就知道这些科学家 在近代才使用 先见的设备和爆大倍率的 这个显微镜发现的知识 当时并不存在这些科学仪器 但是我 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 已经告知人类啊 通过古兰金 那么告知人类 这个被造化的这个过程 我们也看不到普通人呢 看不到这些胚胎的发育过程 直到公元1677年 1000年之后呢 两位科学家 哈姆和林福肯 这两个人呢 首先使用改进后的显微镜 观察人类的这个金子细胞 他们当时以为呢 金子细胞在女性 外生殖器着肠室 就已经内含缩小的人体 他们就以为 那时候的人以为就是金子 只要一颜色 就已经里面包含人体 小小的人体 其实不然啊 那么这个有一个世界上 解剖学和胚胎学领域 最卓越的科学家之一 叫做莫尔教授 他在1981年 沙特这个阿拉伯 达曼举行的第七次 医药大会 他就要说 能为禅民古兰金 关于人类发育的论述而 尽微薄之力 我深感荣幸 我明确的认为 这些论述一定是真主告诉 穆罕默德的 因为几乎所有的这些知识 都是好几个世纪之后 人类所发现的 这证明穆罕默德一定是真主的使者 然后听众向这个莫尔教授就问 那你相信古兰金是真主的言论吗 他回答说 我认为这一点是无云置疑的 在一次会议当中 莫尔教授也说到 人类胚胎经历 一两串的发育 变化过程 其阶段分为十分复杂 因此有人建议可利于 古兰金和圣讯当中提到的一些 孕育发展新的分类系统 所以他所建议的这一系统 又简单又全面 并且符合现在胚胎学的知识 过去四年当中 对古兰金和圣讯进入一个深入的研究 揭示了一种人类胚胎的分类系统 神奇的是 这些知识在古兰元七世纪时 就已经记录下来了 虽然胚胎学之父亚利斯多德 在古兰元前四世纪 在对母鸡下蛋的研究当中提出了 小鸡胚胎有好几个发育阶段 但并未列举出有关这些阶段的细节 就胚胎学的历史而言 在二十世纪之前 人们对人类胚胎的发育 这个阶段和分类都是知道很少 因此古兰经当中 关于人类胚胎的阶段划风 并非寄予七世纪的科学知识 唯一合理的结论是 这些描述都是真主告诉穆罕默德的 他不可能早就到这些细节 因为他是完全没有受过高端教育的文盲 好我们前面讲了这个胚胎的发育阶段 在古兰经当中提到的这个经文 再看一下古兰经当中呢 还提到山卵 这样一个奇迹 那么有一位教授叫做Place教授 他有一本书叫做地球 他也曾是这个美国前总统卡特的科学顾问 并且呢任职华盛顿特区国家科学院主席 长达十二年 他的著作当中呢提出呢 山有这个根基 山有根基 这些根呢 置根于土地 深置于土地 山呢就像我们看的术语啊 他说 置于土地 因此山 看起来就像木桩 可是大家知道吧 古兰经当中怎样描述山的吗 我们看一下这个古兰经当中第七十八章 第六至七节 清高的真主说 难道我没有使大地如摇篮 使山卵如木桩吗 大地是摇篮 摇篮指的是地震 那么使山卵如木桩 然后大家都知道木桩是肯定是 我们把木桩是要么定下去的啊 把这个木桩啊 要么是挖个坑 栽在里面的热木桩 从这一段经文大众我们知道 山是有根基 但是呢 现在通过多少啊 这个多少年的发展 到了十九十级末啊 才提出啊 这些科学家才提出 这个山是如同木桩一样 有根基的 山也起着这个稳定地球 外壳的重要作用 它呢阻止什么 地球呢 大量的晃动 要起到一个平衡 这样一个作用 真主在古兰经当中说 他在大地上安置许多山岳 以免大地动荡 而你们不得安居 这段经文当中就说 让许多山形成的 它的作用之一就是 免于大地动荡 安置这个大地 同样现在板块构造理论 也支持山可以起到 稳定地球的作用 自六十年代末 关于山可以起到地球稳定 装置的作用 这一阵时才因板块构造结构 而为人们所了解 有任何与 先知莫哈莫德 同时代的人知道山的真正的形状吗 就不可能 那时候没有仪器 也不可能你把大山挖 挖开 看一看下面有没有根基 在这些科学结论得到之前 有任何人能笑 笑的我们平时所见的 这么大的巡违的 坚如潘石 这么所坚实的巨大的山 竟然置根于地球 并且有根呢 那么大量的地质学书籍 对山的声讨 都是限于描述 它地表上的一些部分 这是因为这些书籍呢 并非地质学专家作出 然而 现代地质学 已经证实了古兰经 经文当中的真实性 所以说我们看到 既然是古兰经 虽然降世于14世纪以前 1400多年以前 而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 也确未学习相关的知识 但是通过真主的启示 他知道一些 很多科学方面的知识 那这正是来自于 伟大的真主 对他的启示 我们非常感谢 今天的同学 同学们 跟我一起学习了 古兰经当中的科学知识 当中的前两个 就是第一个 就是胚胎血的发育 第二个就是 删卵的这样一个 有根基的这样一个理论 那么在接下来 其他课程当中 我们学习 其他一些奇迹 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 我希望同学们 下学之后 也多读一下 我会查阅一下 这方面的资料 更加的来 深刻的了解 古兰经的内容 也加强我们的信仰 来认知我们的 这个真理 我们的课程讲到这里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warahmatullahi wabarakatuh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